最近被中共指控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 而背叛13年重刑的韩战学者徐泽荣博士 再次受到舆论关注 海外媒体报道 他有可能在今年6月份提前出狱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滥用保密法 所谓的国家机密成为无处不在的陷阱 现年57岁的徐泽荣是香港居民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他是研究韩战问题的专家 2000年7月 徐泽荣被当局指控泄露国家机密 2001年12月 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 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和非法经营出版罪 判处13年重刑 美国之音报道 徐泽荣有望在今年6月提前出狱 一直以来 徐泽荣一案所暴露的中国人权问题 深受世界关注 国际上很多学者、学术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 多年来不断呼吁中共早日释放这位学者 出生于高干家庭的徐泽荣 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 回香港后 从事学术研究及出版工作 被捕时任职广州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 广州中山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局指控他在做博士论文时 从朋友家中得到50年前有关韩战的中共内部资料 复印后转交给韩国的研究人员 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刊物总编辑 平可夫对徐泽荣案非常了解 他曾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西方世界 有些军情连一般的军事爱好者都知道 可是在中国 这些全部是机密 当局只要想打击谁 就使用泄露国家机密罪 平可夫说 徐泽荣的案子就更奇怪了 因为他涉及的是50年前的韩战资料 他强调 中国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陷阱的社会 而根据中国的保密法 国家绝密的保密期限为30年 机密为20年 秘密为10年 除有特殊规定外 到期自行解密 而徐泽荣获得的韩战材料是50年前的 即使当初是绝密资料 也早已经解密了 但当局为了给徐泽荣定罪 硬是让广州军区做了一个所谓鉴定 号称徐泽荣拿到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 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 他被捕前不久 曾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文章 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 文中揭露了中共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赤化宣传和武装叛乱的内幕 从而激怒了当局 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亚洲周刊上写文章报道 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湖南省伊阳地区三头上面搞了一个秘密电台 以前一直没有人知道更没有报道 金钟强调指出 中共的思维意识狭隘而保守 充斥着偏见与自卑 滥用所谓保密法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而除了徐泽荣外 深陷中共保密法陷阱的记者和专家学者更是数不胜数 仅近年就有郑恩宠 香港门会报驻东北记者江维平 湖南记者施涛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北京记者程翔 揭露中共腐败的谈作人等 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 也曾被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六年徒刑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目前大陆媒体人人自危 自我审查非常严重 大陆的新闻自由不断恶化 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还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 新唐人记者李谦 李若林综合报道 设计案 选 Data 他的设计